为了帮简红尘 我偷了公司的票数 要不然 他也不会像现在这样肥黄疼胆 你再看看现在 他不但逼着我离婚 还一直跟我争斗小弟瓜的抚养权 他也没一个靠得住 馨儿 别回来 馨儿 你先下来 有什么事情 咱们下来好好说好吗 你这会儿知道好好说了 你早上那个嚣张的样子 怎么不见了 你以为你有几个臭钱 就了不起了是吗 我再问你最后一次 你离不离开上海 离不离开简红尘 事情真的不是像你想的那样 我跟简红尘之间 真的什么都没有 你明明已经结婚了 你还要霸占那简红尘的心 现在居然无始得 还要霸占别人的儿子 馨儿 你不怕你儿子知道 你是什么样的人吗 馨儿 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先下来 咱们把事情讲清楚好不好 我告诉你我说的是什么 你和简红尘合伙起来 搞调虎离山 拿照片把我骗离深圳 趁机把小弟瓜夺走 你还有没有良心啊 你到底离不离开上海 我 陈一辈 进 下来 下下下 你别回来 你下来 行吗 别闹了 好不好 咱好好聊聊 孩子是我带走的 跟您有一点关于都没有 你下来 下来 我 下走 你终于肯来了 电话 微信 拉黑我 他让你来你就来了 你可真够听话的呀 你们俩要没事 我以才信呢 你都找到人家这儿来了 我能不来吗 你自己干了什么事 你自己不知道吗 我干什么了 我干什么了 我跟他我们俩是偶然碰见的 这曹老师拉我们照的相 当时好多人在 他弟弟 派的 你要不相信 你打电话给天晴也 你打给曹老师也行 为什么那么巧 为什么你们同时出现的饭店 为什么你们同时遇到曹老师 为什么让我看到那张照片 钱红尘 你想什么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小地瓜放在深圳 你不管不顾 你跑到上海了 为什么不是为了他吗 你又他老公进了监狱 马上就要离婚 这么多年了 你就等着这一天 你就等着跟他揪其复燃哪 来来 下来 下来 你别管 陈馨儿 我跟简红尘根本不可能在一起 我们两家是仇人 你说什么 我们两家是仇人 杀福之仇人 你还不得接我 你还不得拿这种 我爸 我爸 你最后 我爸 我爸 闹人闹过了 走吧 去哪儿 回深圳 别有人添麻烦 那你把小地瓜还给我